楼关山海潮停队PV岛 PALOS VERDES在西班牙语的意思意为清之 既是漫山繁花青枝遍野 今天让我们一探究竟这绝美的海景洋房 洛杉矶南湾有一个著名的海滨老前城市 人称PV半岛 PV半岛坐落在洛杉矶南湾的地方 拥有着各式各样悬崖峭壁上一线海景的房子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房源 是一个意大利风情的占地一英亩 七房九位八千零五十五尺的一栋 私人定制别墅 说到PV半岛 其实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比如说在十八世纪的时候 这片土地其实是在一众的资本家手里 后来过季到了一些日本的农场主开始在这种植西红柿和豆子 在1913年的时候 PV半岛之父 Frank Vanderleip 他以150万美金的时候 购置了25平方英里的土地开始做开发 开发用时大概八年的时间 Vanderleip就把这个土地卖到了下一任的开发商手里 下一任的名字叫Edward Lewis Edward Lewis其实是非常有经验的地产开发商 可惜口袋不够金钱不够 所以说他就开发了最早期的Real Estate Trust 房地产资金 希望撬动更多的资金来开发这样的项目 他预计撬动3000万美金去做这样的一个大项目开发 可惜只拿到了1500万美金 于是项目没有做成 这一块土地又回到了Vanderleip 也就是我们的PV半岛支付的手里 之后便有了今天的样子 那PV半岛分为四大区域 我们今天是在Rancho Palos Verdes 这栋房是意大利Italian Villa Style的 它是全对称式的外观 而且墙壁光滑没有任何的贴实 窗户是呈这种椭圆形 屋顶是平平的没有过多的尖角 而且有多露台 那这种风格别有这种欧式浪漫风情 意大利风格的这一种拱门 也给我们带来了这种欧式人文主义的这一种老前风格 我们一起去里面参观一下 鹦鹉战地呢 它的这个院子大小就是任性 前院这边呢 做了三层五进制的欢迎门街 那入库这边呢 做了四根罗马柱妥妥的仪式感 那门厅这边呢通为两路 这边呢是一个露台 那边呢可以直接去你的泳池后院 一整块的法式项目精雕细琢做的家后石墓门 上面再配以这种铁翼小铃铛 整个一个罗马意大利式的这一种文化氛围 那都说景观是房屋最好的事意 我们这一套呢一进门便有一个通体的圆形采光窗 把你带回了罗马拜占庭式风格的建筑 楼梯呢为妥妥的圆弧形 便宜楼梯上通三楼至左卧 下通负一楼至九窖 任你有多少美酒收藏 这边呢都可以一一囊括 提到欧式建筑呢 就是各种妥妥的文艺风格加历史韵味 比如说我们这一栋呢墙壁上是各种各样的精雕细琢 就看这一个浮雕有没有想到维也纳 艺术女神的这一种风情 那厨房呢就是在后面 它橱柜的颜色呢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 近几年已经不多见 是早几年非常非常流行的款式 那这一边的橱柜门呢也全部都是实木设计 冰箱呢是Sub Zero的品牌 炉灶呢是坐在这种中岛上面的油烟机是上升式 所有的电器呢全部都状况非常的好 Kitchener的品牌加上三烤箱一个微波炉 这边呢它是连通着一个早餐厅 那早餐厅这边呢有额外的一个吧台 所以说如果点一杯Margarita 就可以在这边给你上酒上菜 那这边呢就是聊天吃饭的绝佳地理位置 对着外面一望无际的海景无限 再加上自家后院的繁花遍野 这就是另外一个PV半岛人所追求的独特的生活情怀 那说到豪宅除了早餐厅怎么能少得了正餐厅呢 我们这一栋的正餐厅呢就在客厅的隔壁 从刚才的小厅也可以直接牵制过来 这边呢就是你聚会家庭最好的一个场所了 那我们这一套的客厅呢是别样的大 在我身后整个这一大片空间呢都是 而且是三面采光窗这一面呢是无敌的海景 这一面呢是自家的泳池 而这一面呢是家里面的小侧院 那工程分居来说呢 这边是正式的living room 大客厅配篝火无限 眼望外面的front door 法师门配的这一种大碧蓝的海景 客厅旁呢是另外的一个家庭小厅 后面配着浮雕 前面点着壁炉篝火 顶部呢刷的是铜漆配了四条鲤鱼 有着各式各样吉祥的寓意 地面呢是石木地板 做了一个很好的空间转换 二楼上来呢就是浓浓的西班牙情怀了 包括这个圆弧状内嵌的花盆里面养了很多鲜活的多肉植物 墙壁布满了色彩斑斓大胆颜色的壁画 再加上整面的暖色墙壁和地板的配饰 使得二楼整屋的气氛十分的和谐 二楼呢一共有四个房间四个角落 每边一间洗衣房呢也在二楼 所以说洗红衣服也是非常的方便 主卧呢当然是在这一户最好风水绝佳的位置 对着自家绝美的后院 想着270度的蔚蓝海景无限 主要这边呢吊顶也是加高的 所以说呢在这个空间下会感觉整体的这种氛围 非常的舒适 心旷神怡 那我们今天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天有点阴阴的 但是完全不影响我们观测这边 270度绝美的悬崖峭壁 还有豪宅以及外面的美景海鸥蹄湖 还有偶尔会来的直升机哦 意大利建筑风格呢多用露台 比如说我们这间主卧呢除了享有这一个大的棉望海边的这个露台之外呢 还有两个小的珠丽叶阳台 那也是整体的增加这一种户型在外观的美观上 以及做一个这种整体门窗的一个协调性 那主卧内部呢也是连多套房的 比如说进来这边呢就是一个硕大的衣帽间 里面呢也做了这一种复古的橱柜 另外一间浴室呢就是在这个方向 那我们刚才有注意过呢 所以这个户型它的男女主人浴室是完全分开的 那这一间比较大 而且是配的精致的龙头 整个颜色呢采用了色彩大胆的天蓝色 再搭配一个硕大的浴缸 以及双向的水池 就使得这个空间非常的舒适实用了 另外一间浴室呢在主卧的另外一个方向 那这一间呢应该是给男主人的 也同样带有洗手间 整片呢都采用了非常大胆的橄榄绿的颜色 那这边呢也是都贴墙的这种大理石瓷砖 从墙面到地面 颜色统一和谐 那浴缸这边呢做了按摩浴缸 另外呢还有一个冲凉黄 你呢也可以每天对着这种绝美的峭壁海景 去做这种个人的这一种修身养性的影响 二楼呢还另外配饰了两个观景露台 正朝着自家的前院风向 也是左右两边全对称式设计 正面呢六根罗马柱寓意着六六大顺 两边呢各家两根罗马柱寓意着十全十美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这一套呢去后院有多个门可搭 那我们现在呢是正厅最大的一个窗开门 这边呢有一个圆弧形的室外的花坛迎接 坛上呢爬满了各式各样的爬墙虎 以及配饰着各种鲜艳的小花 把整个后院的这一种艺术植物氛围就带满了 那我们这一套的院子呢其实是在一个坡地之上 因为我们这一套是悬崖一线海景房 所以说每天来到后院呢 你就可以看到漫天的醍醐还有海鸥 给你带来最自然的动物世界 走到侧边呢是一个自家的泳池 而且这个泳道非常的长 每天游上几个来回把健身也一并解决了 这边的人口组成呢 50%以上是白人 32%以上呢是华人 10%以上呢是混血 剩下的呢是其他族裔 那我们这边的华人呢 大部分都是不喜喧嚣 但是浓浓的老前风 有着资本有着企业 有着实力的这一种入户家庭 PV的人均收入呢是77000美金 人均家庭收入呢是166000美金 给你一个对比 尔湾的家庭收入呢是12万美金 新港海滩的人均收入呢是156000美金 而新港海岸的人均收入呢 则是28万美金哦 我们今天这套房源呢 不只是建筑风格独特 艺术氛围渲染 再加上后院的这个景观 也是非常的绝美的 而且呢 你的院子有着无敌的隐私感 没有任何邻居可以窥探 你们家的后院 那今天这种房源呢 其房9位925个W 刚刚调整了价钱 在PV半岛最低的地税 那这一边呢 无论是学区圈层 还有它的人文环境 都是众多亚裔家庭所追求的 感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私聊Mina团队进行咨询哦 耳湾精锐网红地产 以视频感知美好生活 带您探索有温度的家 我是Mina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